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颖在社交平台发言解释自己并不是小三 并表示当年李飞儿在访谈中撒了谎 两人当年恋爱时已经提前确定了黄小明的单身身份 杨颖的这番发言让黄小明与他还有李飞儿 这三个人的关系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杨颖发文几分钟后 黄小明立即在社交网站声援自己的老婆 直接表示非比不是小三 并表示家人永远是他的底线 隐语中看起来对老婆非常疼爱 之后黄小明再次发文称评论永不关闭 有什么话冲他去彰显十足的男人为 而这两天来 话题中的另一位女主角李飞儿 却一直为就此事发表任何回应 事情发生当天 就有许多网友在李飞儿最近的一条动态下 留言期待李飞儿的发生 回顾三人的纠葛也确实是一场大戏 据以前李飞儿的采访看 李飞儿与黄小明是2007年在一起的 2010年分手 黄小明和李飞儿当初还多次被拍到亲密上 李飞儿还曾出演过黄小明歌曲 什么都可以的MV 而黄小明和杨颖在2014年正式公布恋情 2015年领政结婚 然而在2012年 李飞儿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 曾公开表示过 Angela B.是小三 但是这么多年来 黄小明和杨颖并未就这件事有回应 杨颖却在1月6日突然发文回应 令人感到诧异 不过 说到底 黄小明和杨颖的婚姻是他们的私事 而黄小明 杨颖和李飞儿这三人 当初真实情况如何 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 李飞儿选择 是否发生回复 也是他的自由 我们还是搬个小板凳坐着 当个吃瓜群众就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